如果是要劍走的話 哪一雙比較適合 劍走當然是劍走鞋一定是最適合的 對 一定是最右邊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劍走鞋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這個鞋子是這邊會稍微 就會有一個翹起來的弧度 對 有一個翹起來的弧度 因為大家知道說劍走的時候 你的走路有一個 我們叫這個直指關節 這個會有一個動作 所以它為了要造成這個直指關節的順暢 它會讓這個動作會比較順暢 所以它會做這樣的鞋 像剛才選的這種類似這種板鞋 類似這個叫板鞋 你可以發現板鞋的底下這個肢骨 這個關節是比較僵硬的 對 都平的 所以這個用來劍走的話是比較不適合 比較適合說散步逛街 可能就為了好看或什麼 可是很可愛 像我之前就有參加過沖繩環島 就是環島三天 然後他把沖繩走完 然後我第一天的時候我就 他就是覺得我一定要美觀 我需要拍美美照 我就敲這種鞋子 然後第一天走完一半沖繩的時候 我就泡中泡 水泡中又有水泡 然後整個破掉好痛喔 然後後來我們同團有那種 四五十歲的叔叔阿姨 他們都穿這種機能型的鞋子 就一直推薦我 說一定要去買 一定要去買 到晚上帶我去那個Outlet買 穿完第二天 第三天像天堂一樣 可是我會覺得好害羞喔 就覺得不夠可愛 對啊 我們這次要呼籲廠商 一樣做這個鞋子 可不可以做得 美觀一點 又好看一點 這樣嗎 我在旁邊加一個皮士尼嘛 你自己弄個鈴鐺上就好了 好啊 我先夾個 你自己弄個那個Hello Kid上就好了 好啊 我先夾個小滑好了 OK OK 像這邊有人選到一些像籃球鞋 或是像這種鞋子 如果說像剛剛彥居說要搭配 像這個適合走路嗎 好 現在就是鞋子都有它的功能 就像籃球鞋就是比較適合打籃球 網球鞋適合打網球 那板鞋或者一些休閒鞋 它就是讓你只是走路的步數 比較少在用的 所以我的建議還是說 什麼情況的活動就穿什麼鞋 其實是對你是最好的 那你比如說你如果穿籃球鞋來 健走 走路走很多 你當然說我籃球也是有在走路 可是事實上 它很多動作是橫向的 對 籃球是橫向的動作很多 所以它的包覆 第二它是跳的動作很多 它其實反而這樣走的時間很少 那教練 教練是不是在那個 你在指導過程當中 各種鞋子的人都有 其實是的 各種鞋子都會有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在選鞋上 會以 第一優先會以美觀 因為畢竟加大運動上的潮流 可是我們當然是在運動上 會建議安全上的考量 就像那個醫師所講的 我們當然是選擇專項的鞋子 在專項運動上是最安全的 而且效益是最好的 不過如果說在各個 當然大家可能在對鞋認同上 可能會不太清楚說 什麼鞋用在什麼情況下的話 我們可以從它的鞋底 鞋底面來看 像這個籃球鞋 它的鞋底 它就比較少那種紋路 就是說可以做防滑 或者是它的彈性 它是適用於上下跳的 像這種慢跑鞋 它叫運動鞋 不過一般我們都把它叫慢跑鞋 它這地方就像醫師說 這邊有做一個前置的 說讓你方便往前走以外 它這邊還有一個足弓的設計 它會把它縮小一點 所以說它比較符合我們腳的設計 是 腳型的設計 像這個工作鞋 我們就完全是不建議 它一般應該是工人在用 它是防止 好重喔 它是防止高空 如果東西掉落下來的話 那絕對絕對不建議就是拖鞋 跟這個鞋 這個是屬於把你的腳背裸落在外 所以比較危險 那在這邊的摩擦 也比較容易會造成你的那個指尖 總會有點脫皮 是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從 工人就是 劍走鞋的部分應該是最適合的 劍走鞋跟慢跑鞋 不過剛剛教理有講到 假腳拖 最近很夯 就是我最近在跑步嘛 然後我就發現 怎麼看到有一群人 穿著不是這種假腳拖 是一種另外設計的假腳拖 然後穿著襪子 然後也在跑 有人不穿襪子 有人不穿襪子嗎 對 可是後來他覺得會磨到腳 所以他就穿著襪子 對嗎 那請問一下兩位 有沒有現在看到這些人 穿著假腳拖 然後還去跑馬拉松 有 有 因為我本身有在跑馬拉松 是 對 那通常穿這種假腳拖 在跑的人 他們覺得這個有幾個好處 當然我們什麼事情 絕對是沒有 不是說沒好處 如果沒好處 那就不會有人做了 對 那它的好處是 是 運動型的這些假腳拖 通常它價格都相當的低廉 很便宜 低它很便宜 第二 它真的很輕 因為它沒有斜面 它沒有斜面的保護 所以它的整個重量 可以再更加的輕量化 第三 因為它沒有前面 所以你的腳指甲 會比較不容易撞到 所以有人說比較不會 跑 有的跑馬拉松 跑跑 鞋子不是太適合 會凸 所以打到有的指甲 會黑掉什麼 一類的 會黑指甲 它有這幾個好處 輕便宜 然後甚至有些人 還有一個好處是認為說 我覺得這樣比較帥 比較帥 比較帥 因為我穿多鞋就可以 對 我穿多鞋就可以跑了 技高人膽大 對 對 有些人會這樣 甚至有裸足跑的 因為我們看到 對 刺腳跑的 對 而且成績也都相當不錯 是 可是我在這裡 還是要呼籲大家就是說 你的腳是什麼德性 你自己知道 就是說 並不是說這個鞋子 一定不能穿 而是說你的腳確實 如果你越傾向於裸足的話 你的腳的這個 你的功能 你的強度就是越強 對 所以你要去穿這些裸足鞋 你要小心就是說 它的底下的緩衝 或者它的這些 它的這個 適合性比較差一點 就是要給它一點時間訓練 因為我們在跑步的時候 有時候跑跑腳會比較重 所以那個鞋子有時候會很擠 那這樣走 劍走鞋的時候 需要挑鞋子的時候 有什麼技巧 需要大半號嗎 還是說要怎麼樣挑 基本上 沒有什麼大半號這件事情 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合適的鞋子 就是說 你的大拇指的前腳指 這一邊 要跟前面還有大概一指幅的距離 那第二是 你的中身的這個適合度要好 這個中身 就是中間這裡的 中段 中段 如果你的中身的適合度不好 像有的鞋子它做的是 是像船一樣這樣子直挺挺的 好像你覺得 好像有某種好看的設計感 可是它因為中間直挺挺 你的腳其實會在裡面滑動 那如果腳在這個鞋子裡面滑動的話 我們的身體會不自主的做腳指頭抓翁 那這個抓翁會造成這個 一些很奇怪的痠痛會跑出來 然後摩擦這些 所以你選鞋子就是 第一指指就是這個大拇指旁邊 這裡最凸的點 跟這個鞋子的最凸點最好有一點 Fitting 就這樣適合 第二是中身最好能夠跟你的腳型 有的人比較瘦長 所以他腳瘦長的人他選瘦一點的鞋子 他只要快一點 你稍微有一點 寬一點 然後中身再綁緊 所以為什麼需要鞋帶 因為鞋帶就是讓你能夠把中身綁緊 不會動得太厲害 那你也不用穿太大的鞋子 或是穿太小的鞋子 是 那我們有些病人他們就是因為說 我前面這拇指外翻 哪裡會痛 哪裡會痛 所以我就選更大的鞋子 對 他就會在裡面動得更厲害 更慘 就更不舒服 可是這樣每一種運動 就要買他自己特別的鞋子嗎 對啊 這樣一雙我可以穿多久 就要換 其實你也沒做那麼多種運動吧 是 你直接問 可以看出來了嗎 這樣會替觀眾問 對 那如果說好 我們講劍走鞋 或者是慢跑鞋來講好了 那基本上人家設計說 這個鞋子的壽命大概是 800公里 怎麼這樣做STOP 就是你這個鞋子如果這樣撞擊撞擊 你800公里 因為它的緩衝 跟它這個整個會有點稍微 等於可以跑20趟馬拉松就對了 對 你可以 可以這樣子想 對 跑800公里 一輩子也跑不到20趟 800公里 以現在的馬拉松的跑者的訓練量 一個月150公里 大概也是不到一年 可是如果你的訓練量比較低 也許你可以 這雙慢跑鞋跑上一年是合理的 對 不過講到這方面就好 我常常被我老婆罵我是 因為我的確參與各式各樣不同的運動 然後每次參與一個運動就要買一種鞋 還真的買不完 對 而且不過有時候你會想說 你那些鞋子擺擺擺對不對 等到你沒有穿這個 你沒有做這個運動 鞋子擺對不對 等到你要穿的時候 它就脫掉了 對 現在不是穿 穿把材質就一穿就脫掉了 這個要小心 它那鞋子的設計就是說 你如果一直踩一直踩 它反而比較不會脫掉 你把它踩幾次以後 然後再把它擺在一個地方 反而這之後就容易脫掉了 真的 走我們較多 左手 左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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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